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真实的身份是施主 我们基本上都是猫咪被这些黑残人员 以及偷猫贼是 就是猫咪被他们所偷获以后 受的精神的伤害痛苦很大 然后我们也是一个比较相对于 对情感和动物的情感 就是良知也好 自己的一个良知也好 就是觉得总要做些什么 就是这是一个产业 通过这种把就是上千只猫咪装在货车里面运输到 可能通过一千多公里左右 一千五百公里左右 然后路程然后运送到广东 每天可能都达到几十辆的猫车 我说你转手走好了 然后他说这样吧 我出五百块钱 他说我每个月 去 去 你不要天天往外走 把你领的位置 把你领的位置 让你领的位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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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领的位置